我們今天就先報告有關我們境外移入的個案 我們新增了一例境外移入的這個武漢肺炎病例 那是40多歲的本國籍男性案次久生 那他在長期在菲律賓經商 9月3日獨自返國 那他9月1號在當地開始出現發燒喉嚨痛 咳嗽呼吸急觸胸悶疾肌肉痠痛的症狀 為就醫 為自行服藥 那他也自訴 就是說他在當地的一個有接觸同住 有呼吸到症狀的菲律賓級友人 那該友人也是在9月3號確診COVID-19 那9月3號他登機前有主動告知這個航空公司身體不適 所以他全程穿戴防護衣跟配合口罩 那前後兩排也都沒有安排乘客 那陸進時有主動告知這個檢疫人員 所以他在機場的時候有做採檢之後進到隔離所集中檢疫 不過初次採檢的結果是陰性 那次日因為他個案的這個症狀能持續 所以再次採檢那於今天確診 那目前掌握個案的接觸者五人都是這個機組員 那因為都有適當的反覆列為制補健康管理 跟大家報告一下嘉力公司目前換貨的進度 那在9月4號第一天換貨大概昨天有報告過 大概是535,975片 那昨天一天大概換了74萬3202片 那所以目前總共換了127萬9177片 嘉力事件之後呢 海關逐批的抽驗的部分 跟大家報告一下 在被醫用的部分呢 因為官務署大概從8月10號到9月3號 他總共有查獲了577件 那扣押的口罩有83萬832片 都是他尾標MIT的 那尾標MIT當然他會有兩種方式 第一個他屬於他標示不適的部分呢 大概就貿易局會去採法 那他扣他比較在刑事的部分 現在扣押在海關 就會後續移給檢調來處理 查查看他到底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再來決定JP或是退運還是銷毀 當然裡面有含口罩國家隊 那也就是說他在調查的部分 大概有兩個嘛 第一個就是說 在工廠當的管理是屬於經濟部的 另外一個在藥證的管理部分 是屬於衛福部 食藥署的部分 完成進行查查之後 大概就會做出一個所謂的調查報告 之後就可以跟大家報告 那現在大概也我們內部也有在進行討論 就如同昨天跟大家講 除非標示讓民眾 能夠清楚的呢 就是鋼硬的部分大概一個月內會完成 因為醫用是屬於衛福部食藥署 那非醫用是屬於經濟部的 那這個大概今天早上也有開會 那我們大概相關的一些行政管理措施 如何讓民眾更加清楚可以去辨識 那我想說明天大概會診之後 然後希望能夠跟院長報告之後 然後趕快訂案來實施 那個鋼硬要有MIT或產地 H&MD 那我們這個廠商增產的這個機器啊 他花費的錢是要由我們政府來出呢 還是由廠商自己來洗手 鋼硬的成本 第一個我只能說 他應該在口罩本體上 應該標示什麼 那要看 藥事法的相關規定嘛 那如果藥事法公告 他就是屬於廠商 他應該要遵循相關的法令 如果在沒有特別的 環境的或者是條件的改變之下 這個相關的費用 當然是要由 要納入廠商的生產成本來支付的啦 美豬來季的餐流容許值 然後航友專家覺得說到小數點後兩位 可能比國際上還要寬容這部分有辦法帶達嗎 美豬美牛的確是屬於衛福部的一個業務 那雖然說衛福部是指揮中心重要的一個一份子 但是我們指揮中心管武漢肺炎 好謝謝